這裡就是天台的位置 基本上是很方正 用油漆割了線 這邊就屬於自己的私人區域 整個天台比那家屋大 356呎 你看到很大 因為這個位置是你的 然後轉過來這裡 去到這個位置 都是你的 然後因為兩家屋是類似的間隔 即是左右反轉 另外一邊也有這樣的天台 像這些300多呎的天台 它夠方直 擺位也OK 景觀也OK 即是室外空間 看看你們怎樣用 在紅磡的市中心 很難有一個這麼大的平台 那家是74呎 望出去就望向南 有海景的 非常之正 那邊也看到海景的 然後上面就是海濱立岸 那邊就有啟德的體育員 北架沙 整個區域都漂亮的 而且一個露台 都不叫露台 是一個平台超大 你可以擺一下室外的茶凳 絕對沒有問題 又是一個拖門 我們進家屋看看 這個就是一個長型的客廳 入門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以擺在閒櫃 正常來說就是這裡做客廳 這邊就是飯廳 因為這裡有一個廚房 廚房是一字型的 還有一個小洞 可以擺一下柳油炎醬茶 這邊 收入量都不差 還有滾桶式的仔機 所有東西都齊 收入量都足夠 然後還有一個雪櫃 雪櫃就半格 木飾面 挺帥氣的 再轉過來這邊 浴室 整體浴室挺氣利的 而且挺帥氣的 我覺得收入量都足夠 而這邊有睡廣 也是挺寬闊 這些睡廣比較大 而且整間房子有三百多尺 到偏大的一房 然後這個就很窄身的露台位 可以走出來 真正的用途就不太特別 但也有一個通風的位置 整間房子就在說 七百萬都不用 就是剛剛出的 我覺得這些單位正不正